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千字嘛 都是这样 我的老大刚刚大学考试 他告诉妈妈考得不太好 为什么呢 老师都是这样讲 都是写太多的分点 然后不生日 都是这个问题 所以讲都写三千字 不要太广 不要太广 尽量的找一个短短的 然后比较生日一点 通常都是这样 考试 考试我们都是要考很广的 就是要目的 是看看大家有没有练书 是整个意思 但是写论文通常都是 一般老师都是这样 都是要生日一点 好不好 所以试试看 找一个比较生日的地方 然后呢 论文要写得好呢 通常也是要 我再讲一次好不好 论文要写得好呢 通常都是你写论文的时候呢 你都是要有一个目的的 都是要有大问题嘛 你看看是谁 谁问的问题 谁问的问题 有时候这些问题呢 他一些人可能的意见 跟你的答案是不同的 不要写两方面的东西 三千字不要写两方面的 正与反 不要 你单单写你的意见 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扎中的讲这个找出去 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 不要两面的写 两面的写呢 不好 两面的写 最起码你要写五千字的文章 我不要大家太辛苦了 三千字差不多了 不要写太多 也是一个训练 就是帮助大家去 写一方面的 你要写一方面呢 刚才我们讲 写离婚就不要写灾婚 两样再加起来 那就变成是太多了 太多 就单单写这个离婚的看法 你是怎样看的 但是呢 人家会感觉 我在几个情况里面 我应该是可以离婚 为什么你说不能够 一定有人这样讲 对不对 你要有一个假想的敌人 还是什么 对手 然后你就慢慢写下来 当然你不需要 把这个对手啊 敌人啊 这个东西写出来 你不需要 好不好 你就慢慢再写 所以文章都写出来 比较有力量 是怎样 好不好 试试看 试试看 下课 下课更好 不然下个礼拜就试试看 如果你找不到 为什么要逼迫大家去找呢 就是如果你找不到的时候 你就跟我讲一讲 我看看怎么样去帮忙大家 帮忙大家去找一个 你比较有兴趣的题目 那就比较好 我们继续讲我们还有一些关于离婚再婚的东西 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 从圣经的早度去看 我们发现是有一些情况 是圣经是容许我们离婚的 是哪一种 坚言 坚言就很明显 这有了 然后还有哪一个 教会圣经还要说不合理的事 但是现在已经不合理的事 已经不太知道是怎么样 是不合理 所以然后新约圣经讲到可以离婚的 就是故意离弃的出境 这个情况里面是可以离婚的 所以这个故意离弃的原则是怎么样去用呢 我们感觉就是说 这个故意离弃这个方面 跟新约圣经几个方面 跟旧约圣经里面讲不合理的事 这两个理由 其实也是有一点的关联的 就是说 有一些情况里面 如果是扣肠 一方 故意离弃 另外一方的 那就是可以 变成是可以离婚了 我们相信 讲过哪一段经文 今天不讲 但是有一些很保守的 保守伦理学家 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 譬如说 John Stott John Stott 还有这个 Durant 还有Marie Marie 这些都是很出名 很保守的 这个伦理学家 他们就认为 这个故意离弃是有献祭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从经文里面的前文后理 我们就发现 这个故意离弃乃是应用在 这个 怎么样啊 费信徒 跟信徒的欢迎 然后呢 乃是这个 这个费信徒呢 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 他就主动地提出 要离去 所以这个信徒呢 是被离弃的 被离弃的 然后呢 他们也讲呢 就是说 哥林多前书也讲嘛 神造我们 原是要我们活目 今天神造我们是活目的 那么 我们就应该要尽办法去离弗 任何婚姻上的问题 不能够离婚 所谓的不逼 打个字怎么念啊 句书啊 对不对 所谓的不逼 句处 所谓的 不逼 句书 为什么你两个不同的 不逼 句 句书 这个理由呢 我们怎么样去看呢 因为这个不逼 句书 这个字眼呢 它的字眼是很强的 就是 这个句书 这个是 奴隶的意思 就是 所以不必句书呢 就是说 我们已经不再当奴隶了 我们是当 已经当什么 当一个自由人 所以很强的 所以是很自由 不当奴隶了 是完全的脱离了 是完全的脱离了 律法的月书 脱离了 律法的月书 所以用了这个字里呢 不必 句书里面呢 就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是可以 如果有一方是故意离弃的 我们离婚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离婚是合理的 当然 再婚 也是很合理的 对不对 因为不是自己去 自己去受害人嘛 是人家离弃我们 所以我们有一些 过案的讨论 在我们书里面的 一把五十五面 一把五十五面 就是说 假如两位信徒 结婚多年 他们在教会里面 但是呢 丈夫脾气很大 很大男人 不知道你是不是 其实每个男人都是很大的 只是你是小的大男人 还是大的大 大大的大男人 这个丈夫呢 她经常呢 不能够碰击情绪 所以呢 她就经常打这个太太呢 以致呢 这个太太呢 这个身体上受到很大的伤害 精神的压力很大 生命受到很大的威胁 好了 在这个情况里面 这个 如果是 丈夫 这个太太说 他们已经经过很多年的 谈话 辅导啊 找人家去谈啊 但是还是 未能够解决 这个家庭 这个 不利的问题 她在这个情况里面 可以离婚吗 可以还是不可以 可以吗 可以了 真的可以吗 如果 如果 我们问题是问 如果 通常 我以前的教会 通常这个情况都是 发生在 太太已经信任耶稣 然后呢 丈夫是不信的 不信的 所以呢 就是跟我们 刚才念这个 圣经里面 这个故意离弃 这个出境里面 很接近 都是信跟不信的 这个关系 但是如果 这两个人 他们都是相信神的 都是基督徒 但是丈夫 还是很大难言的 有时候 都是出手 经常出手打人 打得太太很痛苦 就是走到一天 太太说 哎 我不能够容忍了 怎么多年了 跟你谈 也是没有用 你还是这样的 在这个情况里面 能够算是 故意离妻吗 能还是不能 可以吗 所以 没有了 圣经 我们把圣经传都看过了 都是知道 这个理由 是故意离弃的 这个理由 所以有些人说 这是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婚姻 两个都是相爱的 在主里面的 但是呢 这个丈夫呢 会经常都会这样的 很难想象 对不对 但是也有可能啊 如果真的发生的 那怎么办 好 我们慢慢再谈 好 另外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 就是 在这个十七世纪 有一个人 发生的 就是 我们已经讲过 就是 有一个 两个都是基督徒 在这个 荷兰里面的 两个都是基督徒 这个丈夫呢 明明她是心无能的 她就很喜欢 这个小子 所以就跟她结婚了 结婚以后 她就没有consummate 这个时候呢 这个太太呢 就是在 教委的发庭 申请 用这个 故意离弃 这个理由 就是申请 就是 当时的教委 还是很有权柄的 所以向教委申请 就说 我应该可以离婚了 她是无辜的一方 是可以吗 这个情况可以吗 因为还没有 还没有什么的 性行为啊 没有 还有什么 这个东西 存在里面 虽然是结婚 不愿意 不愿意 太太不愿意 太太说 她被骗了 被欺骗了 你根本应该讲明白嘛 但是她一直都没有讲 所以 但是两个都是信徒来的 所以太太就要求要离婚 当然 大家知道目的嘛 离婚的目的是要再婚 对不对 她这个要求 可以吗 在当时 17世纪是很保守的 在荷兰里面 很保守的 对不对 最后教委判了 算判就是说 应该是可以离婚的 所以判了 离婚是合理的 都是这样 所以从这个案例里面 我就发现 我的立场是比较 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离婚呢 这个故意离妻呢 这个应用的范畴 不一定是 匮范在 这个 非信徒跟信徒的 欢迎 我就认为有一点 有点 这 不是这些看法 但是也要小心啊 是说 现在这个 这个 先生 他 他是故意 欺骗他的太太 没有告诉他 他是姓无能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 如果这个人 他们两个 已经结婚啊 都是没有事情的 后来就是 可能结婚 一段时间以后 先生就发生一些 健康的问题 然后呢 他 因为这个 执病的 缘故 他现在 变成是 心无能的 那 太太可以 申请离婚吗 不行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戏片 只是 只是病 但是 我们结婚不是说吗 无论是病 健康 都要 还吗 对不对 这是这个意思 欢迎就是一个 一上一系的 欢迎是一个 盲月 所以应该就 不能够使用 这个故意理气 这个理由 不能够使用 我看过另外一本书呢 中文的翻译是 指示道德 这个Schmidt 这本书 他很 这本书呢 很 我见过有些神学院 也用了 香港有些神学院 也用 他们在做这个教科书 但是我发现 我发现 他所讲的 哇 我感觉很离不 方伟跟我念 157页 157页 第二段的 当一段 欢迎失败了 你可以跟我念吗 找到没有 对 中间 不是 下面 这个Schmidt 他上期间看 欢迎的 他说 找到没有 然后 我是当了157年 中间 中间 什么意思 不找理念 我找他理念 他说 他说是把当一段 婚姻失败了 对对对 好了 当一段 婚姻失败了 真正的失败了 我把修好的时候 这段婚姻 抵悟了一个首约的人生 你看到 他讲得很 他很开放的 只要一段 婚姻失败了 怎么 真正的失败了 所以 所谓真正的失败 就是说两个人 感觉没有感情了 好了 总而言之 就是两个人感觉 这个婚姻 无法收好的时候 他就因为 这个婚姻就死了 死了以后 就重新开始 很简单的 我有问题 就是我刚才在看 《明日文明波》 《书人7章14节》 《15节》 来讲 故意灵气 我觉得保罗他的 你看再看 接下来的第16节 你做做妻子的 怎么知道 不能救你的丈夫呢 你做做丈夫的 怎么知道 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我觉得保罗的原则 还不是 他的那个观点 不是说 丈夫或者要 不信的 或者怎么样 他的本意 是不想离开的 对啊 对啊 就是 如果 意思说 太太 不应该是太太 首先提出的 他这一段经文的背景 说 先生是不信的嘛 然后太太是信的 太太 然后先生感觉 太太信的不好 他要离弃的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 你不应该是太太 首先提出 你要用这个 故意离弃的理由 但是如果 就是这个先生 他确定 因为什么理由 他就故意离弃了 那你就可以不逼 拘束了 你就可以走了 没有啊 你这个观点出来之后 很会误导人的 真的 怎么会误导人的 不是我讲的 这个很保守 你看所有这个 我们刚才使用了 我们讲 我们讲那个这些 Maria John Marais John Stott 都是很出名的人 他们都是很保守 他们都说 这一段经文所讲的 就是有这个 故意离弃的 故意离弃 这个理由是可以离婚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 我们也要举例说 这个十七世纪 这些 荷兰里面 他们也要是用这个理由 就是 使到人家可以 可以离婚了 就是哪个心无能的 这个人 欺骗他的太太 结婚了 所以在这个 教会历史里面呢 跟这些 圣经里面所讲呢 然后这些 很保守的伦理学家呢 他们都是因为呢 这个可以用这个 故意离弃这个理由 去离婚 但是他们就是 规定 故意离弃呢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什么呢 是信徒是被离弃的 信徒不是哪个主动要求哪一个 是信徒被离弃的 是怎样 好不好啊 所以保罗强调是神造我们 原来是要我们活目 这个意思不是反对 故意离弃的理由 他只是说 对这个信徒来说 如果有可能的 你应该的 去尽量找办法 去离补 收补 但是找到一个方向的时候 是这个 这个不信哪一方 还是故意离弃的 他就用一个很强的字眼 这是我刚才都讲的 不必 居舒 这个居舒 这个英文是 这个希腊文是 这个 lock bound unbound 这个lock bound 就是他的字根 就是用这个奴隶 do lord 奴隶这个字 你就不再当做奴隶了 你是什么 不是奴隶 做什么 你是已经是自由人 他 你已经是可以自自游游走 为什么 你知道保罗用字 他可以用一个很weak 很弱的字眼 出警 但是他用一个很强的字眼 就是要告诉我们 这个 这个婚姻不是要捆绑我们 在这个情况里面 如果真的是 真的是不能够 对方是故意离弃的时候 比如说两个人 有时候有些婚姻 我们也听过 可能结婚以后 先生走得很远 我有个例子 就是说 书里面后面讲 就是有个家庭 他们移民到这个 从香港移民到这个美国 然后在美国生活 孩子念书 太太很喜欢节女生活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先生感觉 节女生活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语言不太通 然后做三亿做得不太长 然后他就再回去香港 再重新的做这个小三亿 做得很长工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十年来 他都很小为美格 他都到哪边去工作 然后太太就告诉先生说 这个不行啊 你一定要回来 先生又说 我不喜欢美格 我根本不能够做善意 不能够赚钱 很闷 所以小孩 小孩当然在节女长大 当然喜欢节女 所以小孩跟妈妈 也很喜欢节女 好了 先生都一直走了 所以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分开太久呢 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的 我们通常都鼓励 不要分开 不要分开 太太都用这个理由 故意离弃 可以吗 没有外遇 不知道啊 他说没有 但是如果两个 如果是分开得太久了 一定有问题 所以我们都是鼓励 哎 钱 一定要一方 就是 compromise 一定要去上了 对啊 一定要去上了 你分开太久呢 慢慢一定有 你说没有外遇 也很难讲 对不对 所以你分开太久呢 然后没有compromise 都是不好 没有compromise 都是故意离弃的 你看到 其实这种是不是应该 妻子要顺服 现在的 对 你的心情比较 比较欢呼 还是要 没有什么处理 很难讲啊 有时候 很难讲 但是 看看他们的combination 是怎么样 如果他们不能够 有一方比较compromise 比如说 确定几年以后 就是要把你的生意借书啊 要再搬过来啊 没有 一定要有这种想法 如果不行啊 这个婚姻就没有了 其实已经翻居了 已经翻了 你看 对啊 你看 如果一年里面 你见面 只是见 可能两个人见面 只有一个月 两个月 算是不错了 对 算是不错 好啊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这是怎样 我的观点是怎样 我就认为呢 这个故意离清呢 我就不会把它看成是 一定是 信徒跟信徒的婚姻 不能够应用这个理由 我没有那么 widget 没有那么widget 但是我也不会 找去这个 Schmidt 里面 不成功就 就分了 没有关系嘛 只要感觉不能够 不能够 我离谱了 对不对 那就分了嘛 我也没有那么开放 但是呢 我认为呢 这个 这个故意离清呢 应该是 怎么样 从这个 出境里面 要讲多一些东西呢 比如说 我们书里面 161面 我说 有时候 婚姻出了问题 我不是说 两个 一个太太先生 分开了 他们一定会出问题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 如果出了问题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 故意离清吗 我们在 没有使用这个理由的时候 要多一些 做一些 出境的东西 比如说 我说 大家再重新的去 两方面 就是重新的去 应试 神对婚姻的 这个计划 计划是什么样 重新再理解 以后呢 两方面也要增加 沟通嘛 沟通嘛 我们现在面对什么问题呢 我们现在面对着 这些年轻人的婚姻 很快 我们在教会里面 跟 跟教会外面差不多了 如果你有发现 好像是 很继续 没有外面 这个 这个没有根据过 不知道了 我们在这个年代里面 发现了 在教会里面的信徒 这个结婚 离婚 再婚 哇 很多 多得太多了 都用一些的 总是找一些理由 就是故意离清 他对我不好 他打我是什么对话 在这些问题里面呢 我说 在离婚之前呢 应该要发一些时间呢 大家在这个 在这个 出境 什么出境呢 就是说 大家要学习 沟通 沟通一下 首先要明白婚姻的 有时候我听说一些先生 这些young couple 就是 结婚 太太善了孩子 他就不喜欢太太了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因为太太已经变了 变了 他就不喜欢 他就告诉太太说 我不喜欢你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对你没有感觉了 他自己也会变 他自己也会变 他不认识自己 男的结果 他自己也会变 对 但是提出的 他自己还没有变 通常这些问题呢 都是说 都是有第三者的 通常都是 不一定 都是 你可能 你找到另外一个 更漂亮的 所以你就会 这些问题 我们就要重新的 让这些 我的经验是说 让他们在明白 这个 圣经里面 对这个婚姻的 这个基础 是怎么看法 都是 现在的人 年轻人 都是看这个feeling 在美国都是这样 所以重新的去 应该是 尾声 这个婚姻的教导 也后呢 我们也要 强调就是要 要沟通 要沟通 沟通里面 我的意见是怎样 每天 总是要增加 正面的沟通 如果哪一天 你的负面的沟通 是多个正面的沟通 哪一天都不好 如果 连续的三天 这个都不行了 所以 都是要发现 就是说 尽量的 有时候 跟太太 有很多事情啊 你要讲 跟她讲啊 但是太多 负面的沟通 不要一天讲太多 一天讲太多呢 死路一条 要么我们人呢 我们都是人嘛 我们的人 需要讲这个 理性的东西以外呢 我们大部分 也是讲什么 我们讲感觉的 对不对 很多东西是 语言以外的东西 神不是创造我们 要左脑 还要右脑吗 对不对 左脑是一些逻辑的分析嘛 要脑是什么 要脑是 这些 这个思维是 讲一些 废语言的 讲耿受的 这些东西 如果你感觉 我教这个伦理学 教得很好 你知道吗 原因是什么 原因不单是因为 我教得好 还有什么原因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什么 我言好 我对你们好 你也对我好 你才会喜欢这个 这个course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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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吗 真的 因为 我们吃的 我们就相信你的 好好 请 请 你看到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思维 就是要两方面的东西 所以 有时候 夫妇 沟通的时候 像这年轻人 一有问题 我们去 牧师去 做辅导的时候 就是repeat 心理学哪些东西 用哪些方法 都是在沟通方面 要好好的 要进步 两个人相处 一定有 一定有不好的地方 对不对 一定有的 只是说 就是有一些 很重要的原则 你不懂沟通 没有问题啊 但是 我也不太懂沟通 有时候时间也不够 但是我每次跟我太太 有问题的时候 都是她对我有问题 我对她没有问题 因为 我感觉女性 是感受比较强啊 但是 因为我是比较 我是做事情的 做做做做 做好了 所以我对她 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总是 她对我有问题 那怎么办呢 我都是告诉她 是什么呢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是我的错 对对对 你讲的也是很正确 对对对 对对对 但是没办法了 我还是很爱你 都是要告诉她 给她有一些盼望嘛 所以我们等一下 讲一些性妄爱的 这个婚姻的 这个辅导也好 还是性妄爱 这个方法去 帮助这个沟通 我就经常用这个方法 都是告诉太太 太太对我 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就是给她 告诉她 我是很爱你的 是给她什么 给她再有希望 其实 比如说有很多种嘛 所以我就不喜欢 对啊 我就不喜欢把它看成是基督徒 我从一开始 我就不会把这个婚姻 把它看成是基督徒跟基督徒的 跟非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 因为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名称啊 我们就是直接去讲嘛 因为无论是什么图 基督徒还是我 如果婚姻有问题 就是有问题嘛 对不对 我就是见过 但是快得很快 我的大学同学 很好的同学 他很快结婚 结婚就很快离婚 哇 他也是很好基督徒啊 我去问他 你搞什么鬼 他没有踩我 他走了 我发现了 这个年代 他们没有那么注重什么基督徒 跟非基督徒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扎中去探讨 就说 圣经是有一个理由 是故意离弃可以离婚 但是呢 你要使用这个理由的时候呢 我就认为啊 要看看 这个人呢 他有没有努力去学习 怎么样去沟通 就起码 我们要发现嘛 男女是有不同嘛 80%我们男生 80%我们都是很理论 很理性的 我们想法都是 都是这样想法 都是大男人的 我们都是 一定是这样的 我太太来说 很多重大的问题都是 我都是让他确定啊 其实是我确定的 你听懂我讲吗 小的问题我都是给他确定的 大的问题 我都说你告诉我什么是大的问题 我才确定 但是最后都是我确定的 很多都是 好了 我们知道男跟女是有不同的 所以有不同的时候呢 我们要学习怎么去沟通嘛 可以 这是我的意思 我们要学习沟通的意思 也是怎样 就是男跟女是不同的 还有我们这个长长的背景 也有不同的 有些是基督徒背景 长大的孩子 有些是非基督徒长大的孩子 他们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了解他的思想的方法 他的背景跟他的行为的表达的方法 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我们要讲的 所以沟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通常要讲 就是男生跟女生不同 还有说一些重大的问题啊 你都不要直接跟他沟通 你要跟太太跟先生谈一些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 你都是给他一些的 一定要约会 再告诉他明天我可以约你吃饭吗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跟你谈 他说是什么 是关于我们两个人感情的问题 是什么 快点 我想明天下午讲比较好一点 今天我们还是开开心心吧 快点快点 不好了 明天再讲好不好 我明天请你吃代餐 我们吃了代餐以后再讲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 这些东西 你不要等他 他脾气不好的时候 你跟他谈很大的问题 都是死掉 他太疲倦的时候 他在煮饭的时候 他在看email的时候 他在checkbanking的时候 赚钱的时候 你跟他谈 他都不会注意你的 对不对 他不是很重要的 你都要跟他约会嘛 告诉他 然后要给他preparations 特别是一些感受的东西 让他准备好 然后两个人慢慢去 时间好了 那就好了 这是沟通的方法 也是一样 都是一样 全部都是一样 重大的事情 都是要找一个机会嘛 比如说 当他比较舒服的时候 就像我孩子嘛 什么时候最容易听 什么时候最容易听啊 我慢慢在谈 你请我吃饭 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 沟通的方法嘛 还有就是 经常我们要懂 repeat the statement 都是 辅导都是 用这些 SRS的方法 Statement Hangry statement Statement 就是他这样讲的时候 你不要拨他 重复他讲的东西 对 使他知道 他知道 他在听你的 这些方法 都是要帮助我们的 然后呢 沟通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说 圣经所讲的 施比受 更为有福 这个是真的 对 我的欢迎是怎样想 因为 我总是怎样想 就是说 如果我能够让他的 我都是让他嘛 施比受更为有福嘛 都是怎样想 但是我不是好人 你不要听了我以后 下次你见到我太太以后 你感觉 我太太真是很幸福的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什么呢 只是说 我是个大男人 但是呢 我根本不需要 我经常说是 怎样表现的 好不好 但是呢 有时候我能够 唯一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话 去鼓励自己 施比受 更为有福 所以 现在我知道 对对对 然后我去让他一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没有唯一的时候 没有办法 真的 但是我们能够唯一的时候呢 我们总是要 施比受更为有福 那问题就比较好 什么叫唯一 唯一就是 唯一就是说 conscious 不是唯一 就是我们没有注意 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很多事情我们 因为我们的沟通的时候 都是没有注意 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到 我们的态度嘛 对不对 都是把自己的性情 都是怎样表达嘛 但是当我们注意到 注意到我们的 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故意去让他 因为在很多事情方面 我们是没有注意到的 听不懂 unconscious unconscious 是真的 其实男生跟女生都是一样 我们在沟通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是把自己的 过程的感受 看法 很自然的 自自然的 表达出来 没有注重他的感受的 男生跟女生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鼓励是什么呢 鼓励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 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有时候 我们是要注意的时候 当你能够注意到的时候 那你就去让他 都是怎样想法 否则 欢迎都是不太好的 两个人都是要怎样讲 解释沟通的方法嘛 解释是沟通的方法嘛 对不对 你不能够 你能够注意的时候 你就要 你就要见他的便宜 还要什么 你知道吗 都是有礼貌嘛 好 所以我们需要 首先要注重的是 我们两个人的沟通 要好好的学习 在主里面 好好的学习这个沟通 然后要了解 代价的成长的背景 有些人 你了解他的背景以后呢 他做的事情 你就比较容易了解 你说他不关心你 你去了解他 可能是他的表达的方法 是很不同 好不好 都是这样 然后呢 还要建立这个欢迎中的 所谓的三代的元素 就是信 望 爱 欢迎最重要的 首先是一定有信心 每一个欢迎都是有问题的 同意还是不同意 真的 所以呢 每一个欢迎都可以 很容易走去 不能收补的这个关系里面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对 不是对太太 不是对先生有信心 是对神有信心 我们相信 神 他一定会赐给我们 足够的能力 把我们 这个欢迎 好好的建立起来 帮助两个真心 相爱的人 能够回复 起初的相爱的心 神的应许是说 我的恩典就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 还全 就是这个意思嘛 信心 靠神 一定要相信神 神一定有能力的 当另外一方面 没有信心的时候 那怎么办 那这又给他盼望嘛 我们刚才讲啊 欢迎如果没有盼望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你猜啊 两个人关系不好的时候 如果他两个人都对以后 欢迎的生活 美好的欢迎生活 已经没有盼望了 他们两个人都不会努力 去建立的 对不对 是真的 所以一定要给大家一些盼望 没有盼望 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动力 去引赖对方的弱点 欢迎都是要引嘛 对不对 引赖大家的 但是如果大家都没有盼望了 那你就不会引赖他的弱点 如果没有引赖 这个东西里面 这个欢迎就完蛋了 没有了 完全没有 所以盼望是很重要的 总是要 总是要 创造一个目标 一个盼望给人家 都是告诉他 他不喜欢我的东西 我都告诉他 我会改的 没有问题 好不好 最后都不会改的 你知道吗 但是改不掉不是问题 问题是什么 问不是接受 问题是说 所有婚姻出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 就是有一方 他已经 没有给另外一方 任何的promise 没有应许 你不应许他一些东西 他就没有盼望 所以他说 你总是怎样 怎样怎样 对不起 我会改的 下次一定会改 他都知道 下次都不会改 但是你一定要告诉他 我一定努力去改 你相信我吧 给他一个盼望 给他一个应许 那这个婚姻 就会一直 很快乐地维持下去 但是如果这个人 他有一方 一直在骂 你要不要say sorry 真的是他错吗 然后你 你没有给这个promise 没有给这个应许 对方就没有盼望 那就完蛋 完了 是不是 所有婚姻失败 之外是什么原因呢 都是没有盼望 没有应许 你不是这样吗 你们 都是这样 一定要给你的配偶 有盼望吗 有一半未婚的 所以你们问 可能没什么 未婚也要首先学习 我们这些伦理都要首先学习 这个不学习的都是不好的 对啊 我们都不想他会 我不想他们会离婚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信 望 爱 这个方法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有信心 像信心是什么 相信神一定给足够的能力 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然后盼望 盼望就说 其中一方 最好是两方都有 一定他们都有这个应许 再应许 为什么要结婚这个礼仪啊 就是两方面在牧师面前 就是神的面前啊 就是应许 promise嘛 对不对 但是发生问题就没有了 要怎么办 重新的应许 要带到他们到面前 如果他们没有做这个东西 不可能的 他们不会再这个 隐赖啊 宽恕另外一地方啊 还有第三 当然是最重要是爱心嘛 信望爱 爱是什么呢 爱是最重要的 爱是鼓励去爱啊 爱 只有爱我们就会主动 有爱了 我们就会主动关心人 有爱我们就会主动去 看重对方 不会轻视对方 所以这个爱里面呢 我就分成几种啊 第一 一定有爱的言语嘛 多讲一些心想的说话嘛 今晚吃饭吃的 煮饭煮得太好了 太好吃了 谢谢 孩子 你要讲啊 不讲不行啊 今天妈妈做得太好了 你要是 你都是找一些理由嘛 都是讲一些positive的 心想的东西 这就是爱的言语 一定要心想对方 可以吗 对啊 我去试试看 这个不叫虚伪吗 谎言 谎言啊 对不对 善意的谎言 对 不是 这个是说话的艺术 艺术 艺术 因为我们的本意是 我不是说他做得不好 你还心想他 我不是 我不是这样 这哪是说谎言 那是假的 我要只是说 如果他 很辛苦 做得好处 对 不好 真是有聪明嘛 他做菜做得不好吃 你根本不要讲 他也要口嘛 他自己要不吃嘛 对不对 你告诉他 哎呀 今天真不好吃 真太咸了 你根本不需要讲姐姐 你讲这些东西 是太笨了 对不对 在这个情况里面 不要出声 无言 不要吃 你要吃死物一条 吃一点点嘛 不要吃太多嘛 先做心理建设 可能要四五十年 都要吃这种东西 不会 太太是知道的 先生也会知道的 所以我不是要你说谎言 不好的 你就不要说 好不好 好 然后尽量看看 怎么要走掉 但是呢 如果真的是好的 你一定要说话 没有心想的说话 这两个人 你看每天在一起 你们讲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外面已经很多压力了 所以来到以后 如果是好的 你拿你就要很诚意的 蛮有诚意的 讲一些好听的说话 心想的说话 一定要怎样 需要上课的人 对需要 这就是 你做太太的要 学习这种功夫啊 爱的言语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批评 多于心想 这个不能够的 一定要记住 然后呢 要爱的服饰 什么是爱的服饰呢 就是说 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去帮他忙 尝语的去帮他忙 看看他 他今天很累的时候 你就简简单单 就是给他一些massage 要好 不要太久 太久可能 你也没有时间 但是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你是爱的服饰 来得好 好不好 他今天太累了 我今天跟你煮饭 他都 太太都知道 你根本煮得不好 但是如果他给你煮 你要试试看 爱的服饰是蛮重要 还有第三 爱的礼物 不一定太贵的 所以一些重要的日子 跟他出去吃饭 也说一个礼物 对不对 送一点点东西 水里讲嘛 不需要太贵嘛 所以这些礼物的东西 小小礼物的东西 都是很重要的 然后他爱的亲 亲什么 什么是爱的亲密 给他拥保 给他拥保 每天睡觉以前 给他拥保 在床上给他拥保一下 怎么样 然后才睡觉 我都是这样对太太 太太都说 你不要搞我 她说 我不告诉了我的问题 所以 但是找很多机会 我们都需要 去关心他的心灵的 你知道吗 特别是女生 她们工作压力很大 在外面工作压力很大 所以 有时候先生不懂说话的 但是 你给他一个爱的亲密的东西 给他 好好的 给他感受到身体的接触 永保 只会给他 有这个心灵里面 有这个力量 强壮起来 明天会做 他要做的事情 相信还是不相信 是有的 是真的有的 对 还要说是爱的时刻 这个也是蛮重要 这个我 这个我 起初我不晓 不晓得 现在明白 这个很重要 每天都是 每天还是说 每一周 都是超一点的时间出来 所以譬如说 我等一下 我围去的时候 太太已经睡了 我以前是工作很 我工作很 很喜欢工作的 所以 她睡觉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围去以后 看她已经睡了 还是准备要睡了 我看她准备要睡 没有问题 不要打咬她 让她准备了 我自己就做工 我后来发现 是我的问题 围去就不要做工了 回去就坐下 今天没有跟她谈话 看看她有什么话 告诉我 她总的有一些 时间会告诉你的 一定有着 这个时间 她讲一点 你也可以讲一点 就是物数新生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爱的时刻 就是物相聆听的 这个时间 我们要注意看看 对方 她是怎么样表示 要跟你沟通 要注意 结婚久了 你发现以后 要给她一点时间 你不给她一点时间 这不是结婚 对吗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你不给时间 孩子还可以 但是你不给时间 给太太 还是先生 这个不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爱心 这个是性 望 爱 相信什么 神的恩典 不是相信你的配偶 不要相信他 相信神 因为相信他 他可能会出错 盼望 是什么 make promise make promise truly make promise 好不好 给人家有盼望 人家才会继续的 迎赖你 第三 一定要爱心 爱心有很多不同 爱的言语 服饰 礼物 亲密 时刻 爱的时刻 这些事情都要做 如果这些事情做完了 还是要离婚 那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很多时候 这些要离婚的 他都没有做好 这些 性 旺 爱 这些东西 然后学习 这些 沟通的技巧 没有一个 我就说 他 他这不是故意 离弃你 是你故意离弃他 你不好 要好好的学习 这些东西 如果大家都学习了 那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最后都是有问题 我们才讲离婚的事情 好不好 所以我就 只能看 然后离婚之后 这个人 他可以继续担任 教委领袖吗 教委里面也有一些领袖 他是离婚 对不对 他可以继续担任 教委领袖吗 譬如说 当这个牧师 当这个执事 可以吗 要看哪个金星会 看哪个金星会 美兰 不是 不是 雅友 我们都是这样办 我们很有技巧 好 我们要 我们看看 如果这个人 他 我们给个 case 代表study first 然后我们再看看 可以说 这个是我 比较是真的例子 就是说 有一个黑社会的分子 他在 还没有信主以前 他就犯法 然后他就去坐炉 坐炉多年以后 妻子都是 要求与他离婚 然后呢 离婚以后 妻子就嫁了别人 然后这个黑社会的分子 他在这个狱中里面 他就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以后 他就行为良好 叫做给释放了 释放以后 他到这个教位里面 就越生 就释奉 越生释奉 越生释奉 但也慢慢都当了执事了 当了执事以后 弟兄姊妹很支持他 很接纳他 但是问题是说 他现在当了执事以后 找到一个很 很喜欢的姊妹 姊妹跟他也很好 他们打算要再婚 好了 问题是说 这个人可以再婚吗 可以还是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 他再婚以后 他能不能够 继续的当这个执事 能不能够 他可以 还是知道 但是如果譬如说 但是要问他 他要当执事 执事 他要当牧师 这些都是教位的公子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问他 你有没有离个婚 有没有离婚 曾经离婚呢 对不对 如果他说谎言了 那就 刚照啊 对不对 好了 再结果我们讲这个人 他可以 他离婚不关他的事 是太太离弃他 然后他哪个时候离婚 是什么样 是他还没有新耶稣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 就是圣经所讲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鸟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圣经也讲 做执事的规定是 这个原则 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这个是提摩泰前书三章二节 所讲 他说 这执事不是说 你有没有离婚 乃是说你是指做一个辅人的丈夫 三章注重的是一夫一妻的 所以如果他以前像这个人 他是现在 很明显他的符号 我们所讲的故意离弃这个条件 太太离弃他了 然后他 所以现在他 他没有问题 他应该可以再婚 对不对 没有问题 我们再讲 我们再讲 这个比较complicate 现在是比较简单的case 好了 先讲简单的case 就是说 他可以 他可以再婚 好了 他再婚以后 他可以继续当执事吗 可以吗 可以 通常这一种情况呢 他能够继续当执事的 一定要做一些功夫 才能够 我们break ten minutes 然后我们come back 我们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有些牧师也是一样 他在离婚了 再婚了 他可以继续当牧师吗 通常这些事情啊 都要做这个步骤的 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不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